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人类会进入新的纪元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2012年12月21日这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世界还是在正常的运转着 事后NASA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针对来自世界各地21个不同国家的16000名人 做了一个问卷 那其中呢就发现8%的人曾经对2012年的世界末日感到恐惧 中国地区的比例是最高的 竟然占到了20% 日本韩国俄罗斯土耳其的比例是13% 事实上世界末日论在很早之前 就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以及地区小范围内流传着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 就是发生在1992年的韩国 达米宣教的世界末日论 在当时的韩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 1992年10月28日首尔马普区成山洞的一个教会里 众多信徒聚集在一起 跪在地上虔诚地握紧双手 在末日来临之前做着最后的祷告 那这些人呢都是韩国达米宣教的信徒 达米宣教的就是以弘扬世界末日论为宗旨 他们认为在1992年10月28日的23点整 会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到时候呢耶稣会出现在空中 信徒们会被携举 所谓携举就是身体会升到半空中 和耶稣一起升天 那未被携举的信徒 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广传福音 等待携举时刻的来临 对于那些不相信达米宣教 没有加入教会的人 在七年之后的1999年 会遭到上帝的惩罚 当天全韩国173个教会聚集点 8000多名信徒集体唱着颂歌 等待着升天时刻 不仅仅如此 当时的达米宣教 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来自不同国家的信徒 在本地也进行了这种升天活动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宗教积极活动 当然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关注 韩国的MBC 日本的NHK 还有美国的CNN 全部都到教会祭祀活动的现场 去进行取材和报道 升天仪式或者叫做携举仪式的当天 只有提前申请了出入证的信徒 才有资格进入教会 部分教会还在教堂外面设置了一些大荧幕 以供那些无法进入教会的信徒 跪在外面进行祷告 当然了 有一些信徒的家属是不相信达米宣教的 他们担心自己的家人会在当时做出一些什么极端的选择 将教堂外面堵的是水泄不通 再加上前来采访和取材的记者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韩国有一些地区甚至派出了警方来维持秩序 在网上现在还能找到 仁川某教堂在升天仪式当晚 信徒们聚集的场景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在信徒的欢呼和诵歌中 时间来到了预定的23点 那有没有像教会宣扬的那样 事件末日的来临呢 答案可想而知 那么达米宣教究竟是由谁创立的呢 达米宣教会的创始人名为李长林 原本为韩国基督教的一位牧师 他在神学院当学生的时候 曾经负责翻译过一些外国的书籍 那毕业之后的李长林 就慢慢接触到了美国人布尔斯考特 所撰写的《世界末日论》 以及我看到的《天国》等等书籍 从此就建立了自己的世界末日观 之后李长林很快自立门户 在首尔自己家中创立了达米宣教 他从《圣经》中断章取译 弘扬末世论 还印制了一系列鼓吹《世界末日论》的宣传册 那达米的意思呢 是未来临近 寓意末世 李长林就这样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吸引了众多的教徒 1991年5月 李长林在首尔住下了一栋三层的楼房 建立起了达米宣教会世界本部 那时他在韩国已经拥有了6000多名信徒 截止到1992年达米宣教在全韩国有82个据点 在全世界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有53个分布 那个时候全世界范围内 达米宣教的信徒已经达到了10万人 当然了中国地区也是难逃魔爪的 1992年3月起 达米宣教向中国大陆渗透 重点在沿边地区发展朝鲜族的成员 同年7月教会组织派人前往北京 上海 湖北 山东 河南等省直辖市 印发天国以地域传单50万章宣传世界末日论 仅仅在吉林省内当时就有60多处居田 400多名骨干 4000多个成员 有1000多名达米宣教的信徒 甚至自发的抛家弃子 变卖了所有的家产 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就全身心的准备升天一事 甚至很多信徒宣称说 在携举当天如果耶稣在预定的时间没有降临的话 会自发性的选择自杀 以协助升天 都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事实上并不是谎言变成了真理 而是一个人如果长时间活在谎言之内 他就会无法分清现实与虚幻 达米宣教的信徒已经将陌生论当成了始至不渝的信仰 教主李昌林曾经预言说 在1992年10月28日23点 全世界将有5000万人死于地震 500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5000万人死于火灾 有14亿人将死于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有上亿人死于其他战争 只有信奉达米宣教和复活的耶稣一起升天 才是唯一的出路 而在韩国当时的信徒对于升天日所做的准备 已经无法用疯狂二字来形容了 信徒中有四人捐献了自己全部的财产 合计6.5亿韩币约390万人民币 在90年代的时候 100万韩币也就是6000人民币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而当时在达米宣教捐献财产超过1000万韩币的信徒 有50多个人 有很多信徒只留下了截止到10月28日的生活费 把剩下的钱全部都捐给教会了 首尔马普区的一位30多岁的家庭主妇 为了帮助达米宣教传教 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福川市有信徒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产 包括房产全部都捐给了教会 导致当时的他只能乞讨度日 全路难道的一位高中女生 因为父母反对其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 最终福度自尽了 首尔市江东区的一位年迈的夫妇 带着自己三个孩子 去参与了达米宣教的一些传教活动 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三个孩子都说要到北韩 甚至国外去殉教 离家出走之后至今未归 福川市某教会的牧师 以单独祷告为借口 对女信徒们进行强暴和性侵 甚至有一些女信徒 为了升天当日减轻身体的负担 选择去堕胎 总之一句话 达米宣教的末日论 在1992年的韩国 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 各种宣传世界末日论的小册子 随处可见 而在教会内部 对于升天时刻 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那写举成天日期呢 在教会内部已经公认了 是1992年的10月28日 但是时间是正午还是午夜 是韩国时间 还是以色列时间呢 最终信徒们决定 等到10月28日的午夜 终于迎来了D-Day 信徒们高举双手 吟唱着颂歌 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来临 23点到了 午夜过去了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世界末日没有来临 战争也没有爆发 这时有一些信徒们 已经坐不住了 开始怒吼 说教会在骗人 组织做升天仪式的牧师 在台上努力地维持着秩序 有一些信徒呢 还是在虔诚地祷告 认为只是这升天仪式的 时刻计算 出现了一些小的差错 而另外一些信徒呢 在狂躁地怒吼着 不肯离去的信徒 前来寻找家人的亲属们 以及电视台的记者 各路人群交错在一起 场面十分混乱 当时有一家电视台 好不容易挤进了教会内部 拍下来了一些影像资料 我们一起也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信徒 众多信徒的等待 身体升空的携举仪式 瞬间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但是值得庆幸的一点是 那次的升天仪式 并没有像五大洋事件一样 造成巨大的悲剧 顺便说一句 如果对五大洋事件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链接观看 那么造成如此大的社会动乱的 达米宣教的教主李长林 最后怎么样了呢 事实上早在升天仪式开始之前的一个月 1992年9月24日 首尔地方检察院就以诈骗罪逮捕了李长林 警方还在调查中发现 达米宣教信徒们的贡献金 几乎全部都跑到了李长林个人的腰包里 他甚至还购买了34亿韩币的债券 而这些债券的到期日期是1993年的5月 你不是说1992年10月28日就世界末日了吗 那你还要这些钱干什么 难道你准备去天堂里花吗 最终在1992年12月 警方没收了李长林1.93亿韩币的支票 3.26亿美金的债券和26000美金的现金 并且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在升天仪式结束之后 达米宣教在同年的11月2日发表道歉文 说在11月10日之前 会力所能及的归还信徒们的一些贡献金 那大部分的信徒在那次荒唐的升天仪式之后 都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那之前一狠心就撂挑子辞职的那些信徒们 不得不又厚着脸皮回到原公司去工作 但是仍然有一些执迷不悟的信徒 几次更改了升天的具体时刻 继续祷告 期待着写举时刻的来临 李长林在出狱之后改名为Itake 韩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那与此同时呢 李长林在首尔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新教会 新天教会 2003年李长林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 暂时停止了传教活动 2011年8月在众信徒的邀请下 李长林又重新出山 而创立了新天教会之后的李长林 对于那次的升天事件也表示出来了悔意 可是还是有一些信徒坚定的认为 升天日早晚都会来临的 只是具体日期不知道而已 所以人们还是要为这一天积极地做准备的 对于世界末日论实际上一直都是层出不穷的 从日本麻眠张晃的奥姆真理教 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达米宣教 再到2012年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论 为什么对于世界末日这样一个来临之前 根本就无法证明真伪的事 有这么多人都相信呢 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人内心深处对于不可控的事 都存在着深深的恐惧感 如果这个时候社会存在着一些动荡的因素 老百姓们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和焦虑 那么这种负面的因素就会促使人们相信 并且期待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 这样一个神可以知晓一切 掌控一切 给人类带来希望安宁与祥和 因此有很多人怀着对这种乌托邦世界的渴望 坚定不一地相信世界末日终会来临 人类会迎来一番新的景象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精神解脱的唯一途径 另外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 最昂贵的消费品从来都是那些用来消除恐惧的产品 从古时候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 到如今美国的末日地宝 美国人霍尔花了300万美金 把一个位于坎萨斯州的前导弹发射井给承包了下来 改造成了一个地下15层的豪华公寓 那起初霍尔这样做的只是想保护自己和家人 可是没想到他这玩意居然还挺有市场的 那于是霍尔就开始把他这个末日地宝 出租给一些有钱 并且恐惧末日会来临的富豪们 这个末日地宝可以抵御F5级别的龙卷风 甚至核爆炸坚不可摧 公寓里面还有三个火药库 从狙击枪到防狼喷雾如其不用 里面的生活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从酒吧桑拿电影院 还存放了五年的粮食和水 换句话说就是地面上不管发生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 你在地宝里面还是可以舒舒服多的过日子 听起来很爽是不是 但是想要进入这样一个地宝公寓的话 除了你每个月交租金之外 还要交非常昂贵的入住申请费 最豪华的套间申请费高达450万美金 尽管是这样各路富豪还是强迫了头 正是因为这些诱人的利益 让很多公司和媒体都大力鼓吹末日说 希望可以从中捞一笔 最后咱们再聊了韩国怎么就成为了 这各类宗教活动肆虐的沃土呢 最近新冠病毒在韩国的爆发 将新天地教会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里先跟大家声明一点 新天地教会和我刚才提到李长林 又创建的那个新天教会 不是同一个教会 新天地教会的教主名叫李万希 他声称耶稣基督不过是个凡人 我才是真正的神 真正的救世主 不是都说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邪教 很简单的一个依据 就是看他的教主是不是还活着 那对于新天地教会 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咱们先来看看 韩国宪法对于宗教活动的三点规定 第一点宪法说 一切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二点不承认国教 第三点宗教与政治分离 这三点综合起来说就是 你只要不迫害人民 不威胁社会 你想信啥信啥 你爱咋整咋整 那这么一来呢 什么牛鬼蛇神教就都出来了 根据1999年末 韩国各类宗教团体的资料统计显示 当时韩国的总人口是4686万人 信教人数接近3000万人 占人口总比例的60% 2017年韩国信仰宗教人口的比例 首次跌破了50% 当时是46.6% 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主流的宗教 比如说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等等 不过也不排除一些偏门的一些宗教 就比如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达米宣教 宗教信仰可以说是与韩国的历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萨满教宣扬的就是万物有灵的概念 至今为止在韩国还是能找到很多萨满巫师的 事实上萨满教一直处于韩国宗教体系的核心位置 因为它是韩国的固有宗教 在韩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萨满教与韩国人的文化与思想相互交织在一起 密不可分 在高丽时期 百姓们为了祈福避祸 对巫师们施展的神迹寄于厚望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巫术更是一下子跃升为韩国的国宝 在被日本占领的时期 当时的朝韩精英分子开始寻找大韩民族的精神支柱 以凝聚人心 抵抗外敌的侵略 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或者是政治动荡时期 总有一些新教会出来的原因 当时的朝韩人民就发现 儒教是中国传来的 佛教是印度传来的 只有萨满教是他们韩国固有的 在民族威王之际 韩国急需于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力量 于是出于政治目的 巫术就一下子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政府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思想走向 官方有意弘扬 就导致民间百姓更加痴迷于巫术 后来到了1970年 崔泰民也就是韩国闺蜜们崔真石的父亲 在大田创建了勇士教 提倡的是五行条和长生不死的教义 勇士教当时在韩国吸引了大量农村地区的信徒 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急于摆脱美国的控制 于是就大力扶持本土的宗教 在朴正熙政府时期 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民运活动 都能看到宗教团体的身影 其实有信仰并不是坏事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逆境中坚定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 让幸福感倍增 但是那些打着宗教信仰的名号 行骗敛财甚至骇人性命的 就不是宗教信仰 而是啃食我们精神的蛀虫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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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